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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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好既书既三 在手机程式按几个按针 就有人上完回收 你好… 16点…6点3吧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很棒 中国自80年代开始进口洋垃圾 每年进口量超过4500万吨 政府在2017年底 开始立法禁止洋垃圾入口 上海更加实施了 史上最严的垃圾条例 垃圾分为四大类 小区垃圾站每天有限定开放时间 市民扔错垃圾罚200元人民币 企业扔错就罚5万元 垃圾分类的新规定 令到上门回收 成为上海新兴的行业 你好,自我回到大家店,家居来 回收小哥、黄师傅 负责这里两公里范围的几个小区 他利用网上平台 直接与客人预约 订单多了三成 工资也由5000元升到8000元 这个网上平台设有奖励机制 回收垃圾可以赚现金即分 或者草虚拟的绿色能量 草够了,就会有人在沙漠化地区 为你种一棵有偏好的树 以前不管什么,做任何垃圾桶 那我们现在把它挑出来 有价值的,我们可以变成钱 变成能量 这场垃圾革命除了上海 其他地区都相计推行垃圾分类 那我们家里可能从小孩叫起 大人在干这个事,小孩看到了 那他也习惯性地 习惯性地,以后也这样做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